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韩文聪去到张照顿面前会坏他们的事 所以专专给了一杯有毒的酒喝 而韩文聪也知道今次红花会玩他 但没法呢 自己是别人砧板上的肉 要斩就除别人方便 够胆说什么 唯有心想 你好东西 向徐天宏挖了眼 就和石霜英出去了 等他们两个出来之后 周仲英皱的眉头就说 我看韩文聪这个人 都不像是这么壞的人 阿宏仔 你落毒这一仗 做得不够光力了 徐天宏笑着说 二货 这个酒里面没有毒的 什么话 没有毒 哎 徐天宏说完之后 徐手倒了一杯酒 自己滑一身 跟着笑着说 我怕他在张照顿面前 虽然我们的事 所以就吓他而已 等他回来 我再给他喝多一杯酒 他自然就没事了 大家一听 个个都笑得不得了 说这个徐天宏是真是多阴拾计 再说 周仲照顿 接到陈家禄的福讯 说若他在割靓比武 那心头的火 稍微落了一点 他知道自己和陈家禄交过几次手 知道自己有九成可以赢他 如果赢了他 就可以一说昨日之痴 因为昨天陈家禄就弃弄过他 他现在正坐在文泰卫身边监视着 忽然间 那个炉门打开 入了一名亲兵 就说张特仁 有客见了 说完递了一张名片过来 张照顿接过去看 那个大红帖上面写着 威尔振何缩黄维扬顿手 那种九个字 即时弃顶 拜合铃帖 怎会用自己的花名都写上去 这个道理呢 于是他没有离好戏对那亲兵说 你去对客人说 我有公募在身 不留个见客 请他留下的地址 就有空我再去拜访他 那个清兵就出去了 一会儿又回来说 客人不肯走 有封信在这儿 张照顿无法插开一看 更加生气 但生气当中有点出奇 为什么呢 原来他心想自己 和黄维扬这条老人向来没有两句 为什么他要约我比武呢 于是他对亲兵说 你去对李军门说 我要会合 请他婆婆派一个人来看 我看守着他 等到替换看守文太来的四名示威一堵 张照顿我换上一件墙墓 然后来到客厅 一来到看到里面有两个人站在 其中一个是韩文聪 他是认识的 于是举手打招呼 哦 黄维扬 黄维扬怎么没来 韩文聪就说 张大人 我和你引荐一下 这位是我们镖谷的石镖头 黄维扬有几句说话 托他和你说我 张照顿又将黄维扬的封信在桌上一拋着说 黄维扬的威名 我是狗样的了 不过我和他向来没有过节 凭什么欺人太深 恐怕其中有什么误会 我倒要请两位多些指教了 石霜英很冷冷地说 黄维扬就是武林的领袖 现在武林中出了败类 无论和他有没有过节 他都要明年管一下 如果不是什么叫做威震何索 张照顿一听就火灭了 他站上来说 黄维扬够敢说武林败类 石霜英就黑了那块豆皮面 没出声 他不出声即是默认 张照顿叫他不出声更加火灭了 一拍他 我什么地方叨了武林的面 你说 石霜英就说 黄维扬有几件事想问张大人 第一件 我们学武之人 无论哪一家哪一派 最争的就是非尊业掌 张大人你是武当派的高手 听说不单止和你的同门师兄反了面 还居然贪工去竹拿师兄 有没有这样的事 我们先计之间的事 不用我们出事八卦 好 第二件 我们在江湖上路 无论百度黑度 官府六民 最讲究就信二两个字 你和洪花会本来就无冤无仇 但为了升官发财 居然去竹拿崩雷修民派来 还黑人来铁掌撞你小兵仔 累到他害死了 你欲心何忍 转着就跟我了 哼 我识黄家范 自然要尽中尽直 为朝廷出力 这个和你们真怨举局 有什么相关 好 第三 你打不赢洪花会 自己就走路 这也算了 为何还要陷害人家 用金蟬退学之计 叫我们镇院标局抬祸 搞到我们鸡毛鸽血 死了不少兄弟 他这句说话 你别说张照重 连韩文聪听到 心里都打了个凸 韩文聪心想 原来王维洋 最怒的就是这件事 当时在甘肃一带 镇院标局的盐细章 大明明被人杀了 前正文摸一只手的事 韩文聪也知道 这一刻他忍不住接口说 张大人这件事 是你做得不对 也不怪得我们王总 都要生气 石商又冷冷地说 好了 其余的事我都懒得问 这三件事你说怎么办 说完之后 那对眼睛一挖 挖着张照重很威严 哈 那个张照重比他好像审犯人那样 抖到无声出 我老爷真是脆脏了 他冲前一步说 食以灵制 背这套牙齿牙齿牙齿 演命唱吧 你需要我帮你缩 说完 当场就要动手了 石商英站起来 退口部他说 你想怎样 威震何朔找你比武 你怕了不敢去吧 找我出气了 谁说我不敢去 他要我今天午时在施智峰决一高低 到时不去的就不是男人 哈哈 你够敢不去 如果你不去 日流你就迷上之意在武林路 还有 王中标托说 你如果还有骨气 你就一个人去 我们标局绝对不会有第二个人再唱 如果你惊动官府 调兵险将 没有面子就是你自己的 张正仲就说 王为仰 狼有虚名 你死老柴头 我不用怕他 找人帮手 笑话 石商英就说 这样就行了 还有 我们王中标口 向来就不懂得说话 一会见面 动手就行了 不要说什么无谓 好了 一月就这样 如果你现在有空的话 鬆动一下你的手脚 哼 料理一下后事 哎呀 那个张正仲被他真的夹到火滚了 哎呀 被他吹着 他冲上一步 向着石商英 厄掌打过去 他就闪见这么快 那个石商英就马上想避 一声 糟了 已经避不开了 被他打中了左边股头 跟着的人向后 弹出了几步 张正仲跟着跳过去 用多拳向石商英的胸口打过去 石商英就马上施展太極拳中的蓝脚尾 将张正仲这一拳就黏开了 张正仲 咦 看到他居然都是内加功夫 抖了抖 就是这样抖 石商英又向后跳了几步 就说 好 我看死你 我看死你 不敢去黄中招手 那我们现在 就来玩几招了 说完他就出还手了 怎知一提阻拨 哇 觉得震震触痛 几乎提不起手 张正仲一见就渴了 奇迹 你不是我对手 你回去对黄为佣说 我午时一定到 停 快点停 石商英又好 冷笑一声令转身就走了 韩文聪跟着就出去了 那我们再说韩文聪呢 他总是以为自己服了毒酒 心理作用就觉得全身都不舒服 他只希望石商英就快点做完事 快点跟他回去服快点解药 现在一出门口 他现在飞回去 眨一眼 两个人回来了 石商英一门口就说 行了 他答应五时一定到 但是那个韩文聪呢 突然间 哇 觉得肚子好像很痛 臉都白了 其实又是心理在用 他拍一张坐在凳上 徐天宏马上针好匕首 笑着说 来来来来 哎 这就是佳药 韩大哥称人 怎知都没等韩文聪伸手去似 周仲英搶了一张 一步过去一趟就搶了一杯酒过来 一步过去一趟就搶了一杯酒过来 一步过去一趟一趟 吞了下去 然后就解释了原因 哎 这个韩文聪虽然只有一个生气 但是那又怎样呢 你咬他 这一趟 盲建雄又去见王维扬了 他进去 哇 插着腰 鬼这么照直 冷笑着说 喂 张大人答应了 你现在就去怎样呢 还有啊 张大人是最恨人家婆妈的了 你现在有什么说话就很快点说清啊 一会你施子通 有本事洗出来就可以了 张大人是不听你这么口水多多的 到时扮可怜都没用啊 不敢 如果你害怕了 现在说不去 还来得及呢 王维扬怎么这么激发呢 躲着站起来就说 收起来 我的老命最多今天不要的 走开 说完他大夹过去衝出去 盲建雄守阿辉 一定装精着把王维扬那把紫金达挂刀 和标袋又捧上来 给他 王维扬一手抢过来 那块面 哇 熬到番茄那样 一执白酥就怒到平常树起 不知多好看 韩文聪站在门口 很关心地说 王维扬 你今次去 一定要多点小心啊 王维扬就说 我来到猪吗 猪 我刚才还见过张照仲 好 他 骗我什么 算了 小人之言 王维扬 不必计够 不行 你一定要说两个声 他 他骂你 他 他骂你死老柴头 浪有虚名 蛤 是不是浪有虚名 现在说他自己 啊 是啊 我如果有什么三长两短 我老弟 标谷和我家的事业 全部拜托你打理了 你叫劍英 劍杰 不要急于报仇 他两兄弟的武功还未到家 不要白白送去重兵仔 那这个王劍英和王劍杰呢 就是王维扬的两个儿子 学的是家传的八卦门武艺 韩文聪听王维扬这样说 就说 王宋之头 不要想那么多了 你老人家武功专战 两个张照仲都不是你的对手 我在这里正口佳音就是了 保重了 王维扬就跟着大陆的庄丁 一个人就向着施子锋单刀附回去了 这座施锋的盛产茶叶 施锋龙顶是天下绝品 这个山峰又高又斜 所以山顶很少人到的 再说这个王维扬 背意插着一把大刀 精神斗手就上到山峰 他上来之后四围幕下 看到完全有一块凶旷的平地 周围全部都是茶树 突然间 他看到前面有个人走过来了 那个人一身短装 身材灰雾 他向王维扬看了一下就说 你就是王维扬 王维扬一听到居然直风其名 深途火气 但是他究竟是年近七十 少年时代那时候的盛气消磨了大半 加上他知道张照仲是个言辑武官 多少给他面子 于是说 没错 在下就是 你就是火手判官张大人 这个人就是张照仲 他就说 没错 我们被拳脚 又是被兵器 这个张照仲做事的时候很稳定 上山的时候他已经四边看过了 看见对方果然没有帮手埋伏 他心就很定 他心想这个王维扬虽然是狂妄的 但是梁区区一个标头 绝对不够敢和官府对阵施杀的 所以就很稳定 上山风应战 我们再说回王维扬 他心想 我和他并没有深仇大恨 没有必要在兵器上相距 万一失手杀了这个官员 那也是后患无恐 我用八卦掌挫个娇气 等他知道我这个老爷并非浪有虚名 就今了 于是他就说 我想领救张大人你那一套 天下知名的无极员工掌 好 向朝政一声答应 港元左拳右掌 合同一拱 但是他并没有进攻 因为他虽然心高气傲 但是他所学的武当派的内家权法 这道权法是讲究以日代劳 以政制动 所以他只是形神修器 等待敌人进攻 王维扬 甚至他不会先出手 于是说声 失礼了 话音未远 所长向外一穿 游了一个游空探走 打车就劈他的右脖 所长同时反响 再一个孟夫服装 横切对方的右臂 接着 游掌变拳 直击他的心口 一闪眼之间 就连发三招 张赵仲连退了三步 一一以无极愿公权就化开 两个人一埋身又弹开 互相转了圈 这阵各人都暗暗敬佩 张赵仲心想 哇 他这三招 快吹沉猛 好耶 勁敌一个 王维扬亦都心想 他化解我这三招 游东大江 火手判官 果然令不虚传 这阵两个都不敢轻敌了 捐了圈 张赵仲抢前一步 一楼地 左脚橫掃 王维扬一声整个蛋里避开 商长同时向着面门打过去 张赵仲在自己左脚踢出的同时 已经那么凶杰仲英 属修琴侯这两招 好在王维扬伤了一挡 让这两招化解开去 这两个人真是其冲敌手 割剪绝技术 硬拆了三四招 王维扬一见 一时揍他 甚至自己年老 体力不及对方 打耐了对自己不理 所以 他忽然间招式一扁 掌不离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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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掌护身就一掌眼睛 左脚向着右臂一帖 脚踢按着先天八卦套式 围着张赵仲的转转 这一招是他平身的绝技 游身八卦掌 这一路的掌法施展的时候 脚踢一步都不停 围着对方的身体两边不停转 转到对方眼花的时候 日够空位又发焦 真是战之在前 忽然在后 如果对方正想接招 敌人早就又转到他的身后 等到对方转过身 又转到他的身后 不断转地转 转得多转 武艺再高的人 肯定被他潜到头昏眼花 只要一头昏 你说想站下不动 哈哈 背脚又重上 那就真的要命了 再说黄维扬 用这套游身八卦掌 兜着张赵仲转了两个圈 张赵仲就已经知道这种拳法的利害 没得黄维扬他再转到自己身后 已经斜过横上 向自己转来的方向就迎了上去 跟着平面一锤打过去 但黄维扬早已经翻到身 没有打动 张赵仲就见到他的脚底 搭着狗公八卦 知道他现在走着陷宫的走离位 于是上掌一辉 抢进了前位 两个人就这样转了七八个圈 黄维扬点到就职收 张赵仲想碰到他的手掌也很难 哎他又怎会知道这一路掌法 是黄维扬熟练了几十年的功夫呢 跑起来越跑越快 脚步手掌除发就随收 已经到了根本都不用想 炉火纯清的地步了 好了各位 他两季有排打的 但今天时间就够了 不说明天再说 明天再说